小贝姐姐送的小裙子我很喜欢 你喜欢就好 爱你 爱你摸摸哒 小贝姐姐送小雪姐姐裙子不像我 我不给她点赞了 小雪 给你 这不是我昨天想吃的吗 爱你小贝姐姐 怎么又没我的 他们是不是不想跟我做好朋友了 我要给他们点点色照照 只要他们看见我不高兴了 就会来安慰我了 下课了 小雪 我们快走 好 等一下他们叫我 我可不要去 上厕所去了 什么 他们居然不问我就走了 气死我了 熊妹 你怎么生气了 他们不就是去上个厕所吗 以前我们三个都是一起去的 现在他们两个走了都不叫我 我生气了 真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女孩子 我也要去厕所 这样他们看见我一定会觉得很尴尬 一定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 是熊妹 熊妹你也来上厕所啊 对呀难道我不能来上厕所吗 当然可以了 哼 熊妹怎么了好像生气了 不知道 我们等她出来问问她 糟了 糟了 上课了我们快回去 熊妹还在厕所啊 也来不及了快走 好了我们回去吧 研究员 云娜 他们都不等我了 他们真的不想和我做朋友了 好累啊 下课了准备回家 熊妹一起忙 哎 熊妹怎么不见了 熊妹刚才就走了 熊妹今天对我们发脾气 现在还不和我们一起走 她是不是不想和我们做朋友了 不知的 她肯定是有别的朋友了 哼 小雪 我们走 哼 小别姐姐 我们还是问问熊妹吧 万一有什么误会呢 哪有什么误会 她肯定就是不想和我们玩的 你们做错了还说我 明明就是你们不想和我玩了 这个熊妹 你太任性了吧 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熊妹气呼呼的跑了 还不是因为 熊妹不想和我们做朋友 她倒好 先生气先委屈了 不是这样的 熊妹想和你们做好朋友 那她为什么会这样 之前你们去厕所没叫她 她还去厕所找你们 当时回来的时候 只有你们两个 什么 原来熊妹是去找我们的嘛 那她为什么要对我们发脾气 我们还是直接去问问熊妹吧 小姐姐 我又找了两个朋友 熊妹 别哭 你听到大家和你说 不想和你做朋友了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他们呢 算了吧 熊妹 我们想和你谈谈 我也想和你们谈谈 熊妹 你先说 小飞姐姐 你为什么去给小姐姐姐 这个小姐姐姐姐 不给我吃零食 不跟我上厕所 我们三个人不是一起的吗 那个零食是王后阿姨让我带过来的 那就是小雪的 上次总是因为我们两个很着急 来不及喊你 那你们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 上课铃响了 我们怕迟到就先走了 好吧 后来是我错怪你了 你们问我吧 我来问吧 熊妹 你还想和我们做好朋友吗 当然想了 之前我生气也是故意的 谁让你们发现我不高兴 对不起熊妹 我们应该和你说清楚的 我也有错 太好了 大家的误会都解开了 熊妹 小飞姐姐 我们三个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 我要冰姑娘消雪 显得那天太热了 我都快中暑了 我要火姑娘求美 我不怕热 而且晚上太黑了 我需要火姑娘的火光照明 既然选择好了 就带着你们的朋友回家吧 夏天真是太热了 还好有小雪在身边 就像一个行走的空调 真舒服 可是大宝哥哥 你也不能总和我待在一起 会感冒的 夏天怎么可能会 怎么回事 奇怪 我怎么还流鼻涕了 糟糕 大宝 你一天都和我待在一起 肯定是感冒了 天呐 这可怎么办 感冒好难受 大宝哥哥 我们去找小经理 把我换成火姑娘熊妹 保护一点 说不定你的感冒可以好 好吧 熊妹你离我远一点 天气这么热 还要和你待在一起 我都快中暑晕倒了 对不起啊 小贝姐姐 要不你喝点水吧 熊妹 你给我的是开水吗 怎么这么烫 对不起小贝姐姐 我忘记了我是火姑娘 所以水好像被我烧开了 不过 到了晚上 我一定会好好给你 照明保护你的 最好是这样 熊妹 你的火光为什么还没有我家路灯亮啊 那这样 我要你有什么用啊 白天差点让我中暑 还给我喝开水 对不起小贝姐姐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要找小精灵把你换走 小精灵 我们要换朋友 我小雪待在一起 我都都感冒了 这次 我要熊妹 我也不要熊妹做我的朋友 我要小雪 好吧 那就再给你们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 带着你们的新朋友回家吧 好冷啊 不对 我好热 大宝哥哥 你到底是冷还是热啊 我也不知道 我是知道我的头 好热啊 大宝哥哥 你怎么了 大宝哥哥 好冷啊 是冬天到了吗 我怎么感觉 我该要动正冰块了 小贝姐姐 小精灵小精灵 救命啊 小精灵 大宝哥哥和小贝姐姐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快救救他们吧 好的 你们别着急 我用回忆之间看一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大宝 是因为冷热交替 发烧晕倒了 小贝是因为太过寒冷而晕倒了 我这就用魔法 让他们苏醒过来 精灵之力 太棒了 大宝小贝都恢复过来了 谢谢你小精灵 冰湖的小雪 火锅的牛饭 我们真的要跟你们做朋友 小朋友们 如果是你 你愿意和冰姑娘小雪 火姑娘熊妹做朋友吗 评论区告诉我吧 游戏开始 小雪 看见找出混在羊群里的狼吧 我是真的小羊 我也是真的小羊 我猜 小贝依依 你肯定是狼 别听大宝的 我才是真的羊 我也是真的羊 其实 我才是真的羊 我带着小羊头头 小雪肯定猜不到 大家看起来都是小羊的样子 我该怎么区分呢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 谁是真正的狼吗 天黑了 小羊们快快回家吧 狼可以带走一只小羊 小麦 跟我走吧 不要 小雪你去叫我 天亮了 大家出来集合吧 昨天 小麦被抓走了 游戏继续 小雪 小雪 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啊 艾莎 我们在找谁是真正的狼 我也要加入 允许艾莎加入游戏 艾莎 你将以狼的身份加入游戏 被发现你就输了 艾莎 我看 你肯定也是想带走小羊的坏人 小妹 昨天晚上是不是你带走了熊妹 你就承认吧 小妹 我才也是你 熊妹多相信你呀 肯定是被你抓走了 不是我 大宝肯定是你 天黑了 大家回家吧 小雪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今天晚上 咱们两个和艾莎住在一起 对呀 如果明天有小羊不见了 除了我们以外的那个人 肯定只是狼 他们绝对想不到 其实 我也是狼 好吧 我就跟你们待在一起 天亮了 大家出来集合吧 昨天 大宝被抓走了 游戏继续 大宝被抓走 看来黑暗魔王 你就是狼 可恶 你们是怎么发现的 黑暗魔王 快把小妹黑大宝放了 你们能抓住我再说吧 哈哈 我们快追 我绝对不能被抓住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该躲在哪儿呢 有了 我就躲在墙上的画里吧 我躲 黑暗魔王 别再跑了 奇怪 哇 我明明看见黑暗魔王跑进来了 怎么看不到他了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黑暗魔王藏在哪儿了吗 小朋友们都在发送话 好啊 黑暗魔王 你就藏在这幅画里 我已经看见你了 小雪 你真厉害 好吧 我认输 狼狈抓住 游戏继续 天黑了 请大家回家吧 这下 小狼狼们应该到安全了吧 天亮了 大家出来集合吧 昨天 小小贝被抓走了 游戏继续 什么 我明明已经抓住了黑暗魔王 怎么小贝还是被抓走了呢 难道 还有别的伪装成小杨的狼吗 сол 是什么事了 艾莎 昨天我走以后 只有你和小贝待在一起 找到小贝的人 肯定是你 艾莎 你也是狼 隐藏的狼 也被抓住了 游戏结束 游戏结束了 你可放了大家 哼 我才不要 我好不容易才把小贝他们抓住 警告 警告 玩家必须遵守游戏规则 太好了 小羊们都回来了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个游戏吗 我们下期见 我去上厕所了 我去上厕所了 我也去上厕所了 等一下大宝 你不能进去 为什么 为什么想要去小贝能进去 我就不行 我去上厕所了 我去上厕所了 我也去 等等我 我也要去上厕所 大宝 你不可以进去 怎么又不可以了 你们偏心 总是跟我作对 大宝 你好好看看 你上去的神吗 我坐下了厕所嘛 我便不住了 我要进去 大宝妈妈 你看看你家大宝 怎么能进女厕所呢 什么女厕所 不就是要一个厕所吗 我怎么不能上厕所了 不好意思 王后 我还没教会我家大宝 如何上厕所呢 我们以后不会了 妈妈 我只想上厕所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 大宝 你是男生女生 男生 那是不是应该去上男厕所 你今天去的是女厕所 所以王后阿姨才那么生气 原来男生要去男厕所 女生要去女厕所 妈妈 这次我明白了 小雪 我们一起去上厕所吧 好啊 这次我知道了 这里是女厕所 我应该去上男厕所 大宝 我们一起去上厕所吧 好啊好啊 但是 我不知道哪里是男厕所 我知道 我带你去 大宝 让你老师嘲笑我 看我怎么抓到你 我把男厕所 都变成女厕所了 哈哈哈哈 怎么回事 这里明明是男厕所的 怎么写的女厕所 上完厕所了 可可大宝 你们也来上厕所啊 黑暗魔王 你上错了 这里是女厕所 怎么可能 我又不是小孩子 怎么可能进出厕所呢 怎么回事 真的是女厕所 哎呦 天呐 没人看到我进女厕所吧 溜了 憋不住了 憋不住了 我要上厕所呀 走 可可 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怎么到处都是女厕所 男厕所呢 我也要憋不住了 我也要上厕所 好可呀 咬咬咬咬咬咬 大宝可可 你们要喝水吗 有嘛 都怪你 我真的要憋不住了 你知道 哪里有男厕所吗 我家有厕所 你们请我家上厕所吧 那我们快走 小麦 你不可以帮他们 因为是我 把所有的男厕所 都变成女厕所的 我就是要大宝 没厕所上 你个坏心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宝 谁让你平时老实嘲笑我 我就要跟你作对 琳娜 你快把男厕所都变回来 要不然就动了小精灵 你就要进广里局了 不行不行 广里局我可不要进 广里局里 变 好啦 男厕所都变回来了 走哥哥 我们快去上厕所 我们的脸蛋没有了 快转身 你们别躲了 我刚才都看见 有人拿了我的脸蛋 还有我的 我们没有拿你们的脸蛋 还不成认 那我可要一个一个检查了 你一个黑暗魔王 给我转身 转身就转身 你黑暗魔王 你敢拿走老爹的脸蛋 老爹我没拿 这是和你脸蛋一样的面具 而且 你的脸蛋是红色的 这个是金色的 那好吧 你可以走了 接下来该我了 小雪 你给我转身 我转身 我的脸蛋 小雪 就是你拿了我的脸蛋 不是的大宝 这个脸是我自己画的 不是你看 什么 这竟然是一招画 可乐 你没有拿我的脸蛋 是我冤枉你了 没事的 你还是赶紧找你的脸蛋吧 现在 就剩下小贝和黑暗哥哥了 那肯定就是他俩拿走咱们脸蛋的 你们快给我转身 转转转转 小贝 果然是你拿了我的脸蛋 才不是呢 这不是你的脸蛋 你瞎说 这就是我的脸蛋 说了你还不信 我这是大宝牌智能语音机 大宝大宝 播放音乐 好的 主人 糟糕糟糕 Oh my God 魔法怎么失灵了 天空真的好大 蓝色弄向我的家 哦 真的是智能语音机 不是我的脸蛋 那当然了 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看看 该把脸蛋还给老爹 老爹 这不是你的脸蛋 不是我的脸蛋是什么 这是我先买的宠物 球球 你说什么 球球 叫来 哇哇 球球 下次不许再跑到我脸上了 老爹 看到了吧 不是你的脸蛋 球球 我们走 他们四个我们都检查过了 没有拿我们的脸蛋 拿我们的脸蛋哪儿去了 你们的脸蛋没有掉 只是被羊了个羊挡住了 真的吗 那你可以把这个羊了个羊拿走吧 这个我拿不走 你们只能去找羊了个羊的国王拿走 不好 国王快拿走你们的羊 只要你们能消除掉我们的小羊 小羊自己就能离开了 没问题 我出白雪公主羊 那我出冰公主羊 没有公主羊了 那我出嫦娥羊 反正都是女生羊 一定可以消除成功的 大人去长高 快走喽 我脸上的小羊离开了 哼 别得意 这一局我出圣诞羊 圣诞羊是红色的 那我出天线宝宝羊 红色的 我出唐僧羊 家人出错误 怎么错了 唐僧身上的衣服和帽子都是红色的 怎么就不可以了 小朋友们 你们说唐僧羊能消除成功吗 如果觉得能消除成功的话 就发送一一一 觉得不能消除的话 就发送二二